HELLO 大家好我是貝歐蘇 這次要聊的主題是 感情中這五種女生男生超討厭 雖然說男生超討厭啦 但也是有男生就是會 吼 這女生真的很靠杯 我就已經說不要再這樣了 她還這樣對我 那你分手啊 也沒有要分啦 我就抱怨一下 就其實有些男生會是 雖然討厭但因為還是愛著對方 所以選擇忍讓 又或是自己也許分了 就很難找到下一個對象 選擇忍讓 一直忍耐女生 偷吃她的便當 你為什麼要吃我便當 我還有點餓 好啦 因為我愛她就算了 但我覺得能的話 就是盡量讓自己 不要成為我之後舉例的女生 因為這些討厭的個性行為 都會趕跑真的優質的男生 去喜歡你 又或是跟你繼續相處 那就會不停的推開 真的很不錯的男生 可能你會說 我那麼糟糕 還會留下的男生 才是真的愛我的男生 愛是會有啦 只是是真的愛嗎 會不會有可能是 她怕分手沒得選 當她是有得選的男生 也許瞬間 轉眼就泡走了 那我課程7231號開始 七則促銷一週唷 打個小廣告 嗯就這樣 那我們就來說 那無種女生在感情之中 容易讓男生超討厭 第一個 愛占便宜 其實愛占便宜 假如是男生愛占便宜 就會覺得 這個男生 好小氣喔 感覺心胸狹窄 但女生愛占便宜 一開始的話 也許會變成 給男生表現機會 讓男生也許可以請客 送禮物表現自己的愛意 但重點來了 其實男生在做這些付出 被占便宜的過程中 其實也在評價這個女生 加分減分 不會有個男生會說 我超喜歡女生占我便宜的 我超愛女生說 她沒帶錢跟我約會 要我出一整天約會行程 我超愛女生 手上拿著我送 她的名牌包 但不給我牽她手 我超愛女生 一直從我身上 榨乾我的錢錢 她一毛都不用出 也不用付任何事情 只要看我努力 再追她讓她開心 就好 不會有這種男生 有的話就是 她熱愛被占便宜 應該錢很多吧 有些女生可能會覺得 我占一點便宜 怎麼了 我是女生餒 我還是一個 漂亮的女生餒 本來就要付出這些資源 才能跟我約會啊 你不這樣做 其他男生搶著做啊 就會有一些這種觀念的女生 但其實男生不是白癡 大部分的男生 都知道自己是被占便宜 比較聰明的男生 知道你是一個 愛占便宜的女生 很快就會離開這樣的女生 而會繼續留下的 通常就是為了發生關係 所以讓自己去被占便宜 直到發生關係後 也許就離開了 之後這些少部分的女生就會說 男生都只愛我的身體 為什麼我都遇到 這種渣男 因為你在推開 真的不錯的男生 你以為手上免費的名牌包 是真的免費的啊 因為男生想要 包包換包包啊 當然不會是以 大部分的男生都愛占便宜 就我的經驗是 很多女生不會去占男生便宜的 所以現在正在看的男生 你可不要給我在那邊 對對對對對 女生都這樣 所有女生都這樣 並沒有啦 就一部分的女生是這樣 但其實當女生這樣 去跟男生互動 男生也可以選擇 我不要接受這樣的遊戲規則 其實就離開這樣的關係就好 但也有男生是不懂 變成是 接受這樣的遊戲規則 事後再抱怨 這女生愛占自己便宜 拜金女 很討厭 啊就不要互動就好了嘛 早不是這樣的女生 約會就好啦 這就像 你很愛吃每天要吃食餐 之後抱怨 我怎麼那麼怕 那你就拍大胃王影片 直接熱情變成工作 也許就不會抱怨了吧 就也不是這樣啦 就不要吃那麼多嘛 哎呦 好我們說下一個 任性 任性應該是大家都能理解吧 簡單來說就是 沒有同理心 想要幹嘛就幹嘛 覺得對方就要滿足自己的任何想法慾望 有一句話是說 你不是公主卻有公主病 但其實 有些女生其實 長得真的很像公主 美人與公主 但其實也是很有病啊 我覺得一個男生 他去忍受女生的任性 大部分其實就是 愛這個女生 或是在達到上床目的之前 會去忍受 達到後就不會忍受了 但每任性一次 其實就會在男生心中 定一個印象就是 壓力好大 因為你知道其實平常大家出社會 都是很忙碌的 就算是學生也是很忙碌的 要煩惱的事情很多 可能是房租壓力 公司主管老闆的壓力 又或是人際關係的壓力 結果跟自己最重視的人相處 也是個壓力 他要忙著趕 明天就要截止的報告給老闆看 結果女生在跟他吵架 為什麼你不願意為了我 開兩個小時的車 買我最喜歡的 麥當當給我吃 我們家附近不就有麥當當 就吃那一家就好啦 但我就喜歡吃那一家啊 你愛我就會去買給我吃 可是我有報告要趕 是你報告重要 還是我重要 當然是你重要啊 那你就去買給我啊 媽的 要是不會自己去買啊 一直在那邊滷小小 你是滷招人啊 對啊 對不起我錯了 我這就要去買麥當當 就其實一個關係 大部分男生都會希望 自己深愛的女生 是會去支持自己的 在自己追疲累 追不堪 或是奮鬥的過程中 自己深愛的女人 可以在背後支持自己 而不是反而跟伴侶相處 變成另外一股壓力 甚至會覺得 當自己不小心陷入低潮 還要去吵 麥當當 那絕對就會 這關係被扣分扣到爆 所以真的就是 讓自己有同理心一點 而不是認為 因為你是我男友 所以我耍任性 你就要包容我一切 我們來說下一個 控制狂 控制狂我覺得其實蠻可怕的 你知道 男人大部分都很愛自由 那控制 其實很容易就是限制自由 當然不是說 那麼交往後 男人想幹嘛就隨他幹嘛 只是交往跟單身 單身一定是超自由 我想幹嘛就幹嘛 我想跟誰約會 想做什麼 其實都無所謂 但交往的話 其實就已經是默許 自己會為了這個女人 讓自己稍微不自由 不能再跟別的女人想約會就約會 不能再跟別的女生曖昧親密行為 許多行為都會是 以關係的我們 去做選擇行動 而不是一個人想幹嘛就幹嘛 其實在交往的時候 男人就已經默許自己 會犧牲掉一點不自由 但不代表接受 自己被女生控制 一言一行 甚至要變成女生想要的樣子 到沒自己的想法 那控制會是什麼 你要做什麼 你不能做什麼 都要我 准許你 你才能做 不然你去做 都是冒犯到我 你不准有自己的想法 甚至想反駁我的想法 你所有的行為 都要按照我安排的來走 這才是 我要的愛情 你要一個男生 進入這樣的感情關係 男生絕對超痛苦的 一定過得超不開心的 但也許因為他愛你 所以逼自己去配合你 讓自己愛得很痛苦 但假如是一個 有自己原則思考邏輯的男生 絕對不會妥協 這樣被控制的互動模式 因為我單身太開心心的 何苦讓自己進入一段關係 讓自己變得那麼累又痛苦 當然交往本身 會限制男生一些自由 但那些限制的自由 不至於讓男生覺得 被控制的感覺 甚至不會覺得窒息 互動過程中 男生也是有自己的生活圈 有自己的興趣可以玩 自己去安排事情做 而不會所有東西 都要被女生控制 遷就女生 那其實就不會有被控制的感覺 很多時候 女生會一直想要控制男生 來源於自己的安全感不足 但其實當女生越是想要控制男生 牢牢抓住 這關係的主導權 很容易就把男生推更遠 反而讓出控制權 讓雙方是平等的互動 關係更容易走著平穩 健康長久 那我們來說下一個 事後防匯王 就是各種事情都能突然說變就變 其實跟韌性很像 可能是 我買好麥當當了 我等等就回去了 我突然不想吃麥當當了 我想吃啃雞雞 我都買了 單單不是啃雞雞啊 反而就是各種事後反悔 男生規劃好的行程 女生說OK 之後又反悔 而且並不覺得自己造成對方困擾 皮膚就是 啊我就不想啊 你愛我就要配合我 那其實男生就會覺得 那到底是怎樣 不管做什麼突然都會被反悔 那東西又要重新規劃 只會覺得 好像自己一直被耍 就通常就會覺得 啊幹嘛這樣一直變來變去 還變得覺得理所當然 那其實超討厭的啦 因為假如原本說好的 或是已經規劃好 或是開始做了之後 一個事後反悔 就把這些東西都取消掉 那其實就把對方的付出 像是垃圾一樣丟掉 很難不讓男生覺得 扣分倒塌 所以真的答應的事情 或是說好的事情 不要變來變去 不確定就不要答應 而不是答應後再反悔 來最後一個 欺騙 這應該就是最嚴重的啦 就是沒有一個男人 會喜歡自己被欺騙 尤其是被騙感情 可能女生已經劈腿了 之類的 但有一種欺騙 也可以多多異散 就是在開心的時候說 你好棒哦 你好大哦 你好厲害之類的 這種欺騙是可以多講的 男生蠻愛停的 可以當作日行儀散 偏偏做 但假如是傷害男人的欺騙 我相信不會有男人喜歡啦 可能說著愛他 但其實正 睡在前男友的床上 因為覺得 前男友的床 可以幫助自己 不要失眠 但這也是欺騙 絕對超討厭的啦 而且前男友的床 可以幫助不要失眠的話 那我也想要睡你前男友 的床 最近失眠很嚴重 好啦 欺騙應該不用多說什麼 就是讓自己是誠實的 面對感情 而不是為了欲望虛榮感 去騙動騙息 好總結 愛占便宜 任性 控制狂 事後反悔王 欺騙 這五個其實蠻容易 讓男生超討厭的 我覺得第一名討厭的 就會是欺騙 對方在那邊欺騙我說 我很大 我很棒 我很厲害 我絕對不會開心的好嗎 應該啦 那希望這五個點 女生都不要讓自己有啊 因為很多女生不會這樣啦 只有少部分的女生 會有幾點狀況 那就看自己 要不要改變自己的相處模式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啦 希望影片對你有幫助 喜歡的朋友都可以訂閱 按讚留言喔 那我們下次見啦 來了掰 現在有線上課程服務 有興趣的朋友請不要錯過 可以點下面說明欄連結查看課程資訊 或是影片上面這個連結可以看到課程資訊 感謝你的收看